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食愿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Foreshop实在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骨头大大 好,本节课 主要给大家讲解什么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去使用我们的钢笔工具 创建路径的一些基础使用方法 首先呢,我们在我们的工具栏当中 找到我们的钢笔工具 好,就是它 在我们选择钢笔工具的时候 大家也发现在这工具栏当中 除了钢笔工具 它还有其他附带的一些附加工具 这个也是要当我们使用钢笔工具的时候 所要用到一些附带的工具功能 好,它就在这里可以找到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 在我们的属性栏当中 我们还要对它某一些属性进行修改 好,先在这里点击找到我们的路径 选择路径 然后呢,再到这里去选择我们的 就是不可远选 选择我们的合并形状图层 好,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把这个自动添加 自动添加以及删除给勾选上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使用我们的钢笔工具 在我们的画面上面点击 当我点第一个点的时候 黑点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在我右手边当中 会出的路径上面会出现一个新的路径面板 就是我点击 点击而创建了新的公众路径 好,这个描上面这个黑点呢 也是大家 也是我们平时说的 描点 好,我在另外一边再点击 另外一个描点 我们之前的一个描点 加刚刚点击的一个描点 它们之间 它们之间连的线 连起的线 我们叫做片段 而如果我们在鼠标 按着鼠标左键的时候 然后再进行移动的话 使得大家会发现 我们可以建立出 带有两条控制杆的描点 而在这中间的片段呢 这块 它就会产生非常优美的曲线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被塞尔曲线 又一名为被塞尔曲线 或者被记尔曲线 我们可以使用曲线 来创造非常平滑的线条 当然也可以通过 单击选择的情况下 好 这样当机 请我选择上 建立带有拐角的线条 就是拐角的线条 当我们再选择 再点击一下时候 大家发现 当我在起点处 当机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将整个路径面板 整个路径产生 闭合的路径线 那么这一刻 像我们看到这一个路径 它是闭合的 路径线是闭合的 而我们这个路径呢 还可以通过后期进行编辑 比如说 我在这路 钢笔工具具里选择 一个添加描点 好 我们在 鼠标 在碰到我们这个片段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个钢笔工具 它的 右下角 会出现一个加号 这个就是我们的 添加描点工具 好 我们点击一下 给它添加个描点 好 点击好 这个时候呢 当有描点情况下呢 我们发现 它又变了 它变成了一个选择工具 这是我们说的小白工具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它 然后挪动 可以这样进行移动 会发现 这曲线是非常平滑的 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试一下 选择 描点 删除描点工具 好 针对它 当我们把这个 鼠标放到描点上 它会出现另外一个 是减号 好 我们可以点击它 就可以对它进行 描点删除 这是我们的删除描点工具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扎拉丸的 转换 转换点工具 可以选择它时候 好 我们来到这里 鼠标仪 在我们的瞄点上面 它就自动变成一个 带有 一个感觉上是 大小约号的一个 转换点工具 这个就是我们 转换点工具的形状 好 选择它时候 我们再点击它 然后拉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样子会把 可以拉出一个 带有两条控制杆的瞄点 而这个时候我们放上 视频 它不会像之前我们的 加减 描点的时候 那样子 变成的是选择工具 就是我们说的小白工具 而这个时候它变成的 依然还是 我们的转换点工具 好 点击时候 它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就是那两条 控制杆 没有了 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好 我们当 当我们点击 这时候 拉 它是两条 当我如果按着 按着其中一个键 按着 Alt键 然后对它其中一个 一个 一个控制杆 揉动它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这两个控制杆之间呢 它们是有一个联动关系的 当我按着一个 我按 我按Alt键 它也可以控制 直接 挪动它 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把 已经把它这个联动关系 进行破坏了 所以说 我们可以单独的挪动 它另外一条曲柄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预期效果 而且还可以 做出一种 带有曲线的拐角 特别的唯美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种 更快捷的方法来 来切换 好 来选择为我们的干笔工具 时候 在上面属性栏 像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可以把我们这个 自动添加与删除给勾上 好 现在勾上了 我们可以来尝试另外一个 可以选择利用快捷键的时候 来切换它 好 当我们遇到这个瞄点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减号 如果我们按照Ctrl键 它就会直接切换为 我们的小白工具 也就是我们的选择 自动选择工具 好 当我们又选择 任何瞄点的时候 在这空白区域 它是刚米工具 然后我们按照Ctrl键 它一样会变成 我们的小白工具 就可以通过了 来移动 我们想要的 行政 或者位置 都可以进行移动的 或者说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快捷键 当我们选择这个锚点的时候 鼠标到这个锚点上面的时候 它还是一样会变成一个减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按照Alt键 它直接就可以帮我们转换为 转换工具 这个时候就可以点击它 拉动 就可以把两个带有曲柄 两个空 带有 就可以把这个带有两条控制 干的曲的瞄点 给拉出来了 好 这可以随意的挪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 在这里找到我们的选择工具 路径选择工具 有一个黑的 有一个白的 江湖俗称小黑工具 小白工具 好 先用我们的小黑工具 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 擅长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当我们选择了小黑工具的时候 它自动就会变 这瞄点都是实心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它是全选了整条路径线 我们只要按照Alt键 大家会发现 这个小黑工具的右手 右下角 就出现一个加号 当我们按照鼠标 在移动的时候 就会进行复制另外一条路径线 可以通过这样子来复制我们的路径线 好 我们开始按 反围 然后这里选择我们的小 小白工具 好 选择的时候 可以点击空白处 取消它的 全小秒点 好 就选择 而我们的小白工具呢 是单独选择一个点的 它不是小黑工具 选择的话 是全部秒点的选中 我们可以选中其中一个 然后进行挪动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按照舒服键 然后加选 然后加选 然后进行移动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 说完这个 我们还在看另外一个 在我们钢皮工具具里 它还有一个自由钢皮工具 它是干嘛用的呢 好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点击它 好 这样子 跳一个圈 跳一个圈 好 这个是非常随意的 随之空具 上哪里 都可以 而这样的话 就会达到我们另外一种效果 大家会发现 它这个线条呢 就感觉有点像手绘一点的 那种感觉 而这个 而我们这个自由钢皮工具呢 感觉不太容易控制 我们可以 要是进行抠图的话 特别是抠比较细 细一点的图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选择 我们的钢皮工具 以及备合其他的 一些附加工具 来使用 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抠出我们预期 想要的一种效果 好 我们在路径这里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 这有三个选项 这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实心呢 是用全景式 全景式 全容路径的预示 而旁边这个呢 是空心的呢 它说的是用画笔 描边工 用画笔进行描边路径 而这个呢 是将路径 转为选项材用 好 这个时候我可以 可以点击它 然后 后大家会发现 在我们的路径 用锚点组成的路径线 它变成了一个蚂蚁曲线 这是我们说的选区工具 选区 而前面这两个用不了呢 那是为什么呢 好 我们可以 返回一下 然后在图层这里 新键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这里才出现一个小手 是能用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前景色填充 好 用前景色是黑色 所以填充的是黑色 好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描边 好 画笔描边 我们选择我们的画笔工具 哦 写错了 好 这里画笔工具 然后 放一个小一点的 好 换 绿色的前景色 之后 时候点击这里 大家会发现 它画出的是一个绿色 当然了 我们的不痛云度 降太低了 所以没什么效果 好 可以把它删了 再新建一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描边效果 点击 大家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 会得到一个 用画笔描边出来的 一个带有绿色 前景色的 一个描边效果 它为什么会觉得呼呢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 用选择的是 圆 圆笔刷 而不是硬笔 所以它会有点模糊的感觉 好 画笔是 这钢笔工具 还是可以这样来使用的 那么 这是我以下 对钢笔工具的一些 比较细的一些讲解 那么希望同学们回去 能好好地 好好地练习一下 因为我们钢笔工具 它不像其他工具 它要你要想控制的好 你必须要非常地熟练 这样的话 熟练的去运用 才能 唯有熟练的去掌握它 那样的话 对我们以后 在制作网页上面 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一些素材 我们就可以快速地 把它给勾勒出来 好 那我们下一个节课 再来利用一个案例 来给大家再巩固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的 钢笔工具的使用 本节课就到这了 我们下一个节课 我们下一个节课 我们下一个节课